全油管最快新闻,人历,2021年5月31日,成了周建香的人生分水岭。 这位油漆工在那一天之后陷入了两年多的维权困局,至今仍在疲于上诉。 起因是他戴着一张报纸折成的纸帽,用于遮挡油漆和灰尘。 然而,这个简单的举动却改变了他的生活。 周建香一直努力寻求公正,但他的生活一直无法回归正常。 维权的道路并不容易,但他仍在坚持。 他的经历引发了社会对于维权问题的深思,我们应该关注并支持他们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